因为疫情影响 有多久没有享受过年到庙里走春 吃平安州的热闹气氛了呢 索奥镇今年27间公庙将重启平安州供应服务 除了供应平安州的公庙众多 庙方也卯足全境平床疫 昨年的过年 我们逐渐可以休息10天 所以特别是现在疫情已经 越来趋缓了 我想现在很多人在社会的庄庙 都开始要开放可以内用平安州 那今年在专播有17间公庙 都有提供平安州 那我想在过年的时候 要来送这走春拜拜 求得一整年的好运气 其实是非常合适来到苏澳各个公庙 来做拜拜 像是苏澳隆德因为盛产白萝卜 隆德庙就以白萝卜作为汤底 搭配香菇 干虾仁 芹菜 红萝卜 肉丝等 好料烹煮 口味清甜 而像苏澳五老坑 玉皇宫则是维持20年传统做法 还加入手作捏制的肉羹块 也是相当具有特色的肉羹平安州 27间的公庙我想是各选神通 譬如說在武拉庆的提供廟 他會用很好吃的肉精 每一年都吸引很多人來參拜 順便吃肉精 在高高的大廟 土地公廟 他們有提供在高高的生產最好吃的菜薄 所以來這裡吃檳安粥配菜薄 剛好可以求的一個好彩頭 特別是在南蒙古 金媽祖跟山羅媽祖 這是在南蒙古魚港 所以這些平安粥也很特別 有時候吃到很清 很好吃的海鮮 廟方誠心端出好手藝 煮出的平安粥各有特色 讓各方信眾吃邊安 福氣滿滿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